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济特区是指国家策略特定的经济区域 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重要作用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 献缺对外经济交往经验 和当时国内法律体制又不健全 通过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优势 经济特区就成为了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 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至于经济特区的担心 就要追索70年代了 在1979年的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 在广东省示范四个出口特区 包括深圳 珠海 山头和厦门 一直到1980年中 国务院就正式将四个出口特区 改称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 全国人大会议批准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些特区就相继成立 到了1984年 邓小平南下考察过深圳 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 经济特区的特点就是在于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 和经济管理体制 建设上是以吸纳利用外资为主 但是要社会主义多元化为主导 作出多元结构 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调控之下 是以市场调节为主 而特区本身也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 特区发展也除不同阶段而改变 在1985年前就以创建投资环境为主 是着重基础建设 到了1986年就以工业为主 再联同工贸结合 龙木漁业和旅游业一并发展 到了1988年的4月 全国人大代表就通过 批准海南岛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 除了经济特区发展 近年不少内陆城市都相对发展起来 不过经济迅速发展 也带来有很多社会问题 过度工业化产生大量污染 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 有很多农村也因为利益问题而改建 过度城市化 也为十多亿人口到中国带来粮食危机 之外 还潜在了什么要害影响 一直担起中国对外调量的香港 有自由市场 现代化管理模式 完善的体制 是将内地带向国际的调版 近亿多年来香港人北上 将资本 经验技术 带向国内 现在中国得到一定的成果 香港价值 会不会下降 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课题 啟范我们的思考 以新的角度 来了解香港和世界 我们的旅游行程 加入了学习和思考的元素 目的都是和通识教育一样 大家想重温有关的内容 或者是拿多些通识的资讯 登入这个网址吧 我们下期再见